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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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985页 接下来第十三套 我们要讲道场夹行 所谓道场夹行 就是在大开延节以前 用现在话叫大悟前 需要先持戒 再来持嫩炎肉 来求佛菩萨加倍 这样子修行就不会有障碍 所以叫做道场夹行 看经文 阿难整衣服 于大众中和掌 顶礼 心机圆明 悲心交集 寓意未来诸众生故 起手白佛 大悲世尊 我今已误 成佛法门 始终修行 得无疑惑 阿难整衣服 在大众中和掌顶礼 成佛有望 成佛有望了 道家有希望了 成就道也有希望了 在这个悲心交集 又想要立以未来诸众生故 起手白佛 说大悲世尊 我今已误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成佛法门 始终修行 得无疑惑 就是耳根下手 离成造性 的这个法门 完全没有疑惑了 这个道场 家行科 乃为严根 静下 则射也 南上科 为粗方便 此科 更为最粗方便 静下的意思 就是 一般的众生的根器 那么也就是 助修圆通而已 助修圆通 那么阿难呢 整理衣服呢 于大众中和十指爪 顶礼一佛 所心机严明 悲心交集者 心就是根中的圆战 不生灭 不生不灭的真心 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的 这个机呢 有机可行 叫做机 这个机呢 也修行的一个过程 跟方式 就是旋流 反弯 次第来解结 的事机 我们说 解六结 动静跟结空灭 夜三空 我空 法空 空空 那么不达本有之心 这旷结 机型 徒劳无益 简单讲 如果我们修行的支店 不先奠定的话 那么我们百千万劫的修行 没有益处 因为用的是 意识心 忘心 那没办法成就道也 所以徒劳无益 不达修正之事 所以你下手处 你一定要对 这尘埋 保障 莫就 贫穷 今信修 必达 故业圆明 也就上面 明了七家 所归的道路之一 得路未归 所以叫做悲 那么道家 有望 叫做心 一时的悲心 交集一心 至极以缘 敏后 为物 现欲 利益 未来 目法 诸众生 等 其手 白佛 称耶 大悲 世尊 引如来 悲心 无尽固 我今以悟 称佛法门 言我 求称 菩提 最初方便 他还加一个 最初方便 最初方便 就是 刚开始 要怎么样 守住戒力 如果是 无量节的业力 习性 那我们就要 持愣严重 来扫荡它 除去它 然后 然后反 反文 文字性 那么 信称 无尚道 说我 言我 求称 菩提 最初方便 而今 相识解发 一物 成佛的法门 始终修行 得无疑惑者 始终 是指耳根之中 修行 就是离成造性 悬流 反文功夫 得无有疑惑 不劳 重见 道长野 986月 中间 第五行经文 常文 如来 所如是言 自为得度 先度人者 菩萨发心 自觉 以缘 能 绝他者 如来 应是 我 所以 未度 愿度 莫 结 一切众生 这段文字很简单 就不加解释了 此 辞显 道长 赚为 心机 为得 圆明者 为什么叫做 心机呢 记得 佛法 它是心法 一切法 记得 通通通在讲 你那一颗心 离心 无别法 心身 则种种法身 心灭 则种种法灭 所有的法 来自那颗心 所以 福法 怎么讲 都离不开 这颗心 叫做 心机 为得 圆明者 情言 是常文 如来 所说 如是言 也就指 下面所说的 无论 因人 果人 就是 从 反流造性 就是因人 果人 就是达到 证悟的 叫做果人 像诸佛 菩萨 就是果人 那么 都是以 立他为事业的 那么 自卫 得度者 自卫 度 自卫 得度 先度人者 这个是指 因人 无名未尽 尤非得度 但是 肯舍己 立他 这个是 菩萨发心 以度人为先 所以 先进 众生界 生界 就是众生界 后去 菩提 那么 自协 以原 能 觉他者 这是指 果人 自信 三觉 已经圆满 三觉 就是自觉 觉他 觉醒 圆满 自觉 有一个 觉 自己觉悟 那么 觉他 又有一个 觉 觉他 就是 能够 是 众生 觉悟 那么 一切众生 圆满 度尽 叫做 觉醒 圆满 那么 佛陀 没有办法 度尽 无量 无边的 宇宙的众生 但是他来 视线 成佛 这一期的生命 他 功行 圆满 该度的 已度 未度的 已经做 得度的 因缘 所以 这个叫做 圆满 所以 自信 三觉 已经圆满了 万德 必备 而能 觉悟 法界的 众生 这个是如来 十号 以应世为本 应化世间为本 道价 慈航 果后 心悲也 说 我 所以 未度 三句 愿 学菩萨 发利他之心 我 所以 未度 愿度 末 结 一切众生 这个是 地上菩萨 众生 度尽 方正 菩提 也 九百八十七 是 世尊 此诸众生 去佛 渐远 邪师 说法 如恒和沙 预设 其心 入三末地 迎合 令其安利 道场 远住 摩世 以 普利心 得物 退区 说 这个 世尊 这些众生 离佛 很遥远 那么 邪师 说法 如恒和沙 现在 我们 就是了 无论是台湾 或者 中国大陆 或者是 日本 或者是 韩国 世界各地 有各地的宗教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都自己得成 无上道 最究竟 最严满 乃至于 佛教界里面 有混乱 有混乱的一些 自己有自己的 修行的一套 所以 现在 没有正确的 佛法 正知正见 来奠定 我们的修行方向 很容易走错路了 所以 其实在经典 其实在经典 就讲得很清楚了 去佛 建言 斜师 说法 路 很可杀 所以要在这个末法时期 要奠定一个 正知正见的 一个佛地子 其实 并不容易 大家都太忙了 也没时间 听经文法 大家总认为 念两三句佛 就叫做佛法 拜两三 拜佛 就叫做佛法 经典拿来 也不管对方 讲的对错 也叫做佛法 他也没有能力 去分辨 这个就是 末法时期的悲哀 哪像大家 有这个福报 坐在这个佛前 还听无上的 嫩言大法 这个可难 这个福报 不容易的 大家要珍惜 这一是其心 入三末地 迎合令 去安利道场 远住摩世 这个就叫 安利道场 你菩提心 得无退区 此情道场 远离摩世 父称世尊 此之众生 这个是指 莫及的时候 欺佛的禁言 根据一博 来学说 静心 一目难辨 古惑初心 迷惑诱惑 比比皆是 如横河沙之多 且邪乱 且邪必乱阵 有欲初心 后邪 收射其心 从文师 修三末地 其不难哉 感情如来 银河令其初心 后邪 安利道场 使之摩世 自然远离 不能霍乱 以菩提心 念念增长 得无有退区 而是 世尊 一大众中 称赞 阿难 赞 赞 赞 如如所问 安利道场 救护众生 莫及成立 如今 地听 当位如说 阿难 大众 为然 奉教 佛教最可贵的 就是 就是这个 后面这四个字 叫做 为然 奉教 叫做 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 什么叫做 一教奉行 是佛怎么讲 那我们就 怎么去做 这个就是 最难能可贵的 而不是说 我们听了 一大堆的经典 对我们 基本上的 修养跟修行 都不曾去改变过 我们的心态 乃至于 所做出来的 违背了佛陀的旨意 那么这个就 不好 所以说 为然 奉教就是 佛要怎么讲 我们就怎么遵行 此 赞其 请问 之当 而许说 也 能言之脉 说 善者有两个意思 一 善其 发力他心 的菩萨 正行 二 善其 请道场 义 得利他 法要 也 意思是说 如如所欧 只恐 邪师 说法 扰乱定心 必须按利 道场 方可 远离 摩世 此称 救度一切 众生 莫及之时 免疫 成立 成轮 现立 极要之法 如今 地听 无当 未如 分别 解说 阿罗 阿罗 大众 违然 奉教者 违然 那就是承诺了 应诺之词 奉命 成教 地听 佛告阿难 奴昌 闻我 平来野中 先说 修行 三居定义 所谓 色心 微戒 因戒 生定 因定 发慧 四则名为 三无漏血 佛告阿难 罗昌 闻我 这个 平来野 平来野 叫做 大小圣 滤杖 就是称为 平来野 大圣 的 滤 滤血 还有小圣 所以 大小圣的 滤杖 通称 叫做 平来野 简单解 就是滤杖的意思了 那么 先说 修行的 三绝定义 哪三绝定义呢 色心 为戒 注意 那个 这句的 中间 那个 心 一般的 讲戒力 我们说 身口意 身 不杀 道言 口 四种 恶业 这里不是 单单 从根本下手 色心为戒 所谓 会犯戒 是因为 动念 妄念 无明念 所以 其实 通通在 那颗心 在作祟 那颗心 在作祟 所以 佛陀 认为 修行 是在心 所以 色心 为戒 就是 色这个 身口意 把它收射回来 这个才是 真正的戒 而不是说 只在 向上的 打转 色心为戒 因戒 而生定 持戒 持这个心戒 持久了 不会去放 这个 外面的 身口意 也不会 里面 产生了 烦恼 慢慢 心就有定 那 因这个 定的功夫 就像 转目 起火了 到最后 会光 就产生了 转目 起火了 色心为戒 有一点热度了 因戒 生定 见到烟了 因定 发挥 火就冒出来了 这个就是 修行 它是点滴的功夫 没有任何的接近 没有 要一步一步一步来 是者名为 三无漏血 无漏 就是没有烦恼 不会遗漏的 才有机会 出这个三界的 赐佛 正说道场 住行 宝敬书饮 以持戒 宋咒 为住行 住修之行 盖前面的佛 对当机 是以往 发明度来 葬心 有耳根 圆通 物理直入者 这个是正修 现在当机者 灵敏 末节 要这样子 物理直入 这个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灵敏 末节 恐多 葬难 所以 要远离变异 远离种种的魔 来变种种的差别 设立道场 所以如来 有代事 兼修之说 不能说只要礼 不能说只要礼 要代事 名为住行 所以 为 住成 正行之行 正修之行 然是住 有两种 一 获重者 迷惑比较重一点的 佛 叫你先持佛 所设立的 境界 以 自断 发业 无名 这句什么意思 自 就是自戒 断 就是断除 因为你不持戒 就没办法断除 发业 就是生口意 来自于 生 生意 口意 意意 发动了无名 叫做发业 无名 所以因为我们 就是生口意 在造业 因此就是 必须自戒 自戒 断 就是要断除 当你还没有 发动的时候 佛就先制定了 因此这个发业无名 就会慢慢 慢慢 慢慢的断除 所以先持 禁戒 所以 十方三四 一切佛 都是 既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界 就是没有一尊佛 他不是生口意 是绝对清静的 绝对是圆满的 而且是一事不挂 一尘不染的 所以这个清境界 对一个成佛道的来讲 修行佛道来讲 它是特别的重要 第二就是吸气重的人 要坚持密咒 密咒 令心断 聚生无名 心就是心洗 断就是断除 为什么叫做 心断呢 比如说你持戒久了 心完全在戒上 那么你就 无始劫来的 聚生的无名 慢慢慢慢的减弱了 所以在修行佛道 尤其是大圣的国度 几乎没有一个人 不持咒 至少都会持一个 六支大明咒 大悲咒 那么出家咒 在台湾来讲 几乎每一个道场 都持嫩言咒 十小咒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要持咒 就是要心断 聚生无名 所以这个咒力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知道 末世的修禅定者 非持住行 则不免以邪说 所获 而称谋寐也 佛告阿难 怒心肠 岂不吻我 首先说 平南野中 有三种修行 决定义也 平南野 大小圣 律藏的通明 所以佛常说 阿难 常文 毗你 翻译成中文 就是上智 也就是智 智 阳 也是阳心 怒 称怒心 我们呢 从哪里都是这样子的 要没有听到佛法 这个怒气冲天 是没有一个可以改得过来的 有一次我们在建国中学上课的时候 我们那个数学老师 应该很善良的 很善良的 我们没有看过一个老师 突然凶到那种程度的 结果那个同学认为 这堂课简单 大家就 你讲我 我讲讲讲讲 哇 那个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数学老师 拍了桌子 啪 大家吓一跳 你们不要以为念晋宗就了不起 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制造大便的人 说过是制造大便的人 说这句也是有的 后来想一想 真的 就是那种看着 哇 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凶到这种程度 应该说是我们学生 可能自是太过有自信 老师看不习惯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所以这个怒 我告诉你 再善良的人 碰到那个 没办法接受的境界的时候 这个怒 他就一定会出现的 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如果说他的个性 明天怒, 那么吃就是没智慧了, 也能致人的迎心, 怒心, 痴心, 一饮调腐, 为调炼三业制服顾飞, 平安也, 挣钱戒鞋, 兼钱定飞, 所以成为三节定义, 为节定依此修正业, 设心为戒者, 简易前小, 多业深口, 四项上的为戒, 现在就大胜了, 但收拾其心, 一念不生, 众戒俱足, 所以设心, 便名为戒, 因戒生定者, 先计设矣, 急然不动, 见生已定, 如风止息, 波浪自停, 言洁经这么说, 是思路不清净, 三昧不献钱, 也就是说, 你的吃戒吃得不够清净的话, 那么这个心的三昧定力就不存在, 而是一定的, 是因定发挥者定心成就, 本明见发, 召喊万象, 如风停水站, 风一停, 水站就是澄清的样子, 自体就生光, 言洁经说, 无碍清净会, 接从禅定身, 再做诸位, 这个就要画两条红线了, 你想要开智慧吗, 从哪里生, 从禅定身, 心定, 它才有会的, 心如果不定, 这种会叫做狂会, 狂会, 会失控的会, 会里面含有私心, 虽然很会讲, 或虽然是说, 懂得很多了, 但是它没有禅定的, 碰到欲望, 它就会贪了一点点, 贪一点点, 贪一点点, 好像没人知道一样, 这个就是没有禅定的, 会, 还有隐藏的一些私心, 这名为三无漏邪, 以能修三无漏邪, 不漏洛于生死轮回故, 这麦云, 精词所修的, 仍是耳根源通, 但为最初静下之根, 接近下根的人, 特加借力, 到场, 持咒, 三世, 所以大科音叫做加贤, 至于阴界所生的定会, 仍是王臣, 静根妙定, 以及笔定所得的三空会儿, 管经文, 但为详界, 而列于定会可见也, 问, 翻过来, 前门何不用止, 前门就是前科了, 前面那一刻, 为什么不用这里呢? 答, 说中根器的人, 烦恼就比较轻微, 无自其赢, 也不会自其赢念, 杀念, 悼念, 或者妄念, 称念, 从中不会, 等着试念, 前面讲过了, 而且比往生的时候, 防复有力, 世间的曲曲声, 义不容入, 在这里曲曲声, 本来是人类的音声, 在这里讲的叫做骂力, 批判的声, 世间不好听的, 最不好听的曲曲声, 简单讲就是语言, 骂力声, 已经不会被入, 就是污染, 义不容入, 就是不会被污染了, 拿鞍, 就是拿油, 自己起了, 前面那四念, 是赢啊, 怒啊, 一次啊, 等等, 何况道理啊, 静止等身, 这个静止身啊, 的意思就是, 大自然的六层, 简单讲就是外六层, 色身相位触法, 简单讲, 何况道理啊, 大自然啊, 存在的这个, 外六层, 一并, 指觉在, 意思就是, 他有这个能力, 整级的意思就是, 再念一遍, 打中根气的人, 烦恼就比较轻微, 也不会自其赢, 等等, 前面所说的试念, 而且比亡臣的时候, 反流造性的时候, 防复是有利的, 世间的骂力啊, 批判啊, 恶毒的语言, 驱起身, 嘟噜噜不动, 乙不融入, 被污染, 哪有自己, 自己有中根气的人, 哪里会自己起这个, 啊, 营怒会的种种的事的念头, 何况, 外在的六层, 大自然的六层, 外在的六层, 等等声音, 这一并, 指觉在, 难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吗, 他一定有这个能力, 至于, 阿难出国, 乙能够不入色身等六层, 但家返文, 善且不多费, 王臣之力, 哪有志气啊, 营, 等等的念头, 的念头, 所以, 知道, 这个门, 特为, 成了, 诉众, 一向很严重的, 其实就是一般凡夫都差不多这样子, 这不带身影而评级啊, 身影就是, 不必要由内或者是外面来引起, 不必有友情啊, 或者是无情啊, 来引起他内心里面的, 迎怒会, 不用, 嗯, 自发营等思念, 乃至身口一所未免, 意思就是, 所有的众生, 时时刻刻, 都在产生, 迎怒会的这种念头, 假世界以为反文之前方便啊, 假道场持咒, 持咒, 持咒, 那么, 以为正反文时, 正在用功反文文字性的时候为助行, 旧的注解啊, 全然不知道, 这个最初方便的道理, 也渺无一致, 也从来不提一个字, 啊, 这个渺, 它的本意就是昏暗沉寂的意思, 渺, 也可以念谣, 也或者是谣无一致, 其次, 此以后, 别为一门一法门也, 从此以后呢, 它不是把反文文字性, 作为反文文字性的前方便, 它把它变成, 持咒, 四种清静明慧啊, 道场啊, 持咒言咒, 又把它搞成另外一个法门, 而不知道说, 四种清静明慧, 建道场, 或者持咒言咒, 这个只是反文文字性的前方便, 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 那, 却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法门, 独立的法门, 其实这个是反文文字性的前方便, 而从来没有人提过一个字, 此非一小诗, 这个不是一种小小的过诗, 所以特为警示学人尊重, 杰明三无漏者, 借中以智不容一念漏语诸非, 非就是乖礼啦, 连动到一念的烦恼, 偏离的正念都不行, 何况定会嘞, 难此非, 但不漏漏以三有而已啊, 亦有色有无色, 以助心反文, 兼不漏漏空有二边, 所以为真无漏, 而不是小圣笔也, 所以这是真正的大圣的无漏法, 这个不是小圣可以比宁的, 底下, 所以这个破戒, 神在大声来讲, 神不一定去做, 你的动念就不行, 动念就算破, 故意设心名为戒业, 底下是开示四众戒, 断盈断杀断道断妄, 九九一经文, 若诸四戒六道众生, 其心不赢,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此名即为三邪之首, 已出见之四间半, 皆名生信开解, 这就是会邪, 自己亦比作华屋, 请世来修门, 至此乃是定血, 以故向下为根气烧下者, 根气比较差一点的正名戒邪, 谁知道此经, 祭前三邪, 然为说四众, 这个不杀, 断杀断道断盈断妄, 这个是四众戒, 这大小恶圣, 共计之根本戒, 温宁月, 诸经戒杀为首, 一般的经典, 都是讲不杀身, 排在第一顺位, 为什么呢, 是色化以慈悲为先呢, 而楠言经把这个迎戒几手, 迎戒几手, 为真修, 以驴翼为本, 盖意气, 出佐, 那么, 染污妙明, 亦须狂迷, 亦师正寿, 去生死, 善争产, 那么, 莫胜于此, 所以去守戒也, 落诸世界, 六道众生, 皆因淫逸而正性命, 事与残服生死, 其心不隐,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者, 因一事, 不但不动身口, 也不生意念思想之心, 方为不犯, 方以色心为戒相应, 于三方此, 既心戒清静, 则数道根断, 之业不生, 之业不随其生死相续, 所以在这之位, 你想要了生死吗, 那么, 出家众, 全断言译, 那么在家居士呢, 如果你有碰到好的音言, 你现在已经, 不为这个人所困扰了, 那就是恭喜了, 那么, 如果有为了家庭, 那么就, 欲念了淡薄一点, 我也有看过很多的, 师父也以前去加持过, 或者祝念过的, 你看过很多的例子, 那些先生早一点死的, 比如说, 五十岁, 他老公就死了, 他到八十岁往生, 他这三十岁啊, 就全力以赴的, 那么, 这个欲, 他不会干扰到他, 所以, 我看过很多的这个往生的, 很顺利的, 大部分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 男女的关系就差不多断除了, 像苏玛这个啊, 生活的时候是三十三岁而已啊, 老公就不在了, 持戒五十年了, 持戒五十年, 那我说, 苏玛往生了, 那头顶啊, 日夜他都是热的, 都是热的, 所以, 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例子, 就是找断淫欲的人, 那要往生净土的人, 他的几率, 力道就更强, 因为他这种事情会干扰修行人的清静, 清静, 那有人讲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还年轻了呢, 那么年轻没关系咯, 年轻就差不多, 跟如果老公啊, 有些活那就很好了, 大家讨论一下, 对不对, 讨论一下, 所以这个佛奖的戒律, 出家状态了, 没得讨论了, 在家即使就变成, 要你个人有个人的立场, 但是这一关要不断, 就会很难, 如后前会地, 刚会地, 文言说, 意爱干枯, 根茎不藕, 现前的禅子不负牺牲, 九九二, 如秀三妹本出尘劳, 迎新不出, 尘不可出, 这句完全就是重点, 你来听任言经, 哎呀, 这十六个字要背起来, 就一辈子就受用无穷了, 如秀三妹本出尘劳, 迎新不出, 尘不可出, 所以你修尔根三妹本是出尘劳, 尘劳, 戒内, 尘劳就是戒内的见识恶祸, 迎新不出, 那么尘劳必不能出, 迎义为尘劳, 上所顾, 众有多智禅定现前, 如不断言, 必若磨道, 上品就是魔王, 中品就是魔明, 下品就是魔女, 这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持这个迎戒, 不断言, 就算你有多大的智慧, 或者是有一些的禅定的功夫, 但是你还有男女, 那最后还是会落入魔道, 魔道以义望为主了, 就是魔道了, 上品是魔王, 中品是魔明, 下品是魔女, 那么年轻人呢, 这个就有点困难了, 那年轻人呢, 义望就比较强, 那么就是, 如果你每天有空, 可以用运动的方式, 运动的方式, 或者唱功教我们的, 要多拜佛, 多拜佛, 还有未常住出波, 那么就慢慢慢慢就是忘了, 如果你以往还是很强, 那么就过五不要吃, 过五不死, 所以八观在这那个过五不死, 就是为了盈狱, 断盈所设立的, 要不然你过五的意义是什么, 晚上不吃, 身心就清凉, 有时间更用功, 他不会思维这个盈事, 还有不坐高广大床,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不坐高广大床, 不是重点, 不是说, 我睡的这个床铺很高很广, 很贵, 这个叫做饭届, 不是的, 它重点, 床铺它是盈狱的地方, 床铺是盈狱的地方, 那么用的高广大床, 村心会荡漾, 哇这个床铺这么好, 搞一点气氛, 到最后就做一些事情, 所以高广大床也是防止盈狱, 知道, 过五时也是防止盈狱, 还有那个不杀生, 第三点不盈狱, 所谓, 你看八观在这里面有三条戒律, 通通叫做要你断言, 知道吗, 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本精神, 所以一般人大家说这个八观, 他不懂的这个含义, 深入的含义, 对不对, 我们打佛山的时候, 哇那个上下铺, 也有点高度, 有的人有上下铺, 高啊是不是, 不能高广大床啊, 我说上下铺有睡两个, 所以你从中间寄一半, 就不叫做高广大床了, 其实这个是歧视, 重点在此不迎接,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底下, 此诚上无奈, 待饮修禅成不可出, 众有多智者, 四智便从善所法要, 禅定现前者, 世间的禅定, 善入顿点, 住顿点出, 就是入定, 注定, 出定, 善于入定, 善于注定, 善于出定, 而在现前, 也就是世间也有相当功夫的禅定, 但是他不断言, 重有两个字, 双冠多智禅定两种, 如果不断言者, 一修三昧的时候, 不舍决, 不舍决念, 却为魔业, 必落魔道, 魔乐欲净, 今即不断盈欲, 善凭则度魔王, 以魔界欲胜, 伏强, 心灵非禅至, 不能变身, 使经理禅至而助盈心, 使盈争刺, 刺就是燃烧咯, 如阴谋当中, 行空禅者, 却留成老广化, 弃真, 多真宝宴, 宝宴就是美女, 美女, 色无四智禅定, 则之度地无疑, 中品则度魔名, 下品则度于魔女, 上中下三品, 则随伏厚薄, 以为皆将, 所以说, 在家居士, 应有的态度, 就一定要把这一关看得很淡薄, 夫妻之间能够讨论, 大家在无上的菩提道上互相勉励, 不以淫义为乐, 应当以淫义为苦, 生死的, 无上的束缚, 最大的束缚力,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一关断了, 那来就快了, 那念佛啊, 很快就直接就往生净土的, 这彼等注目, 亦有突众, 各个之位臣无上道, 这一句, 我看了, 在愣眼前看到这句, 我还吓一跳, 佛陀就知道了, 若法这个时期, 一讲起来, 各个之位臣无上道, 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是否, 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修行人, 他好像是贴了标签, 无上的真理的标签, 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 莫法这个乱象啊, 特别的严重, 自己认为他已经臣无上道了, 这彼等注目, 欺图是凡, 以引以为传法, 地乡传授, 令不断结, 各个之位臣无上道, 我慢承袭啊, 非国寄国, 这个我慢承袭啊, 就差不多, 尤其是对法治特别严重执着的人, 这个慢就很难断除, 是否行不行, 看徒弟就知道, 你要看那个徒弟啊, 协会的攻击别人, 协会的沼杂别人, 协会的每天都在吹帽求吃, 他认为他够资格, 他为了正法, 他可以伤害别人, 他把别人判作邪教, 自己堕入我慢的习气, 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慢承袭啊, 尤其对这种法治特别严重的呢, 那个慢心啊, 你简直拿他没办法, 一共一丢啊, 一共一丢, 你跟他说什么都不好, 我慢承袭啊, 非国寄国啊, 如寿摩闻云啊, 其人也不截止摩着, 好, 自言为得, 无上涅槃是也, 所以啊, 这一段呢, 首先陈述, 持戒跟犯戒的利害关系, 叫做持犯利害, 持就是持戒, 犯就是犯戒, 他的利害关系, 要持戒就可以成无上道, 要是不持戒, 那么, 众有多智禅定现前, 如不断音必落魔道, 上瓶就是魔王啊, 中瓶就是魔名, 下瓶就是魔女啊, 底下,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慈魔名啊, 次圣世间, 广行贪淫, 为善知识, 领知众生, 多爱见坑, 持菩提路。 你看, 佛陀有多伟大, 多了不起, 我们今天所有的, 末法时期, 要发生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讲得很清楚, 就像头人, 比林书豪更准了, 美头必重了, 百分之五十的头, 两千五百年前, 世间魔女, 我早就讲好了, 而在我们今天, 两千五百年前的今天, 你看看, 就是这样子,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 多慈魔名赤圣世间, 广行贪淫, 为善之士, 领知众生, 多爱见坑, 这个爱见坑, 就是见识恶祸, 爱见坑, 就是见识恶祸, 是菩提路, 我这佛自称, 灭无助凡了, 这讲过好多次了, 度两种生死, 就是分断生死跟变异生死了, 两种生死, 就是去世, 就别称, 正相已过, 就是正法和相法已经过了, 就是正相已过, 有一个记事说, 拿着一本来说, 师父, 我这记事就是看不懂, 什么叫做正相已过啊, 不是, 我说正顿点, 相顿点, 这样听有, 哦, 这样就差进去, 这样就差很多了, 哦, 那就知道了, 就是正法跟相法已经过了, 那么接着, 接下来就是末法之中啊, 弃圣死亚, 我们现在就是离啊, 佛陀的太世间太遥远了, 两千多年了, 是魔强法弱啊, 故应多此魔民啊, 赤身世间, 此多魔教啊, 身受其祸, 死为魔剑, 如后面的受魔文, 就是这么说, 是命中之后必为魔民事业, 如火赤然胜发, 世间尽受其分, 如后面的想魔文的当中, 都是邪经啊, 魅其心福, 福就是内障咯, 进者九身, 九身就是九世了, 多的话, 欲就是超过, 百世了, 令正修行人了, 种称魔眷了, 哦, 这位啊, 菩提之路, 跟魔之路, 就在一念之间了, 在一念之间了, 看你有没有正确的之间了, 广行团阴着, 也就是先是代言修禅之辈的, 来为教师啊, 显通显慧啊, 密教行营, 秘密的, 密教, 注意, 这个密教行营不是密中, 是秘密的教导, 注意, 不能拒绝啊, 不是密教行营啊, 这个密教, 要叫秘密的教导, 这样解释才对的, 行营啊, 就是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一代传一代, 一个传一个, 把这个营业当作是佛事, 有个李基斯来啊, 哇, 那就很辛苦了, 他说, 哎呀, 我们呢, 碰到了很不好的事, 他说, 哦, 我们呢, 那边呢, 有人告诉我们说, 哎呀, 跟他睡一个晚上啊, 他可以帮助我们正出国阿罗汉, 我说, 开什么玩笑咯, 啊, 这个就是咯, 哎, 所以啊, 如果我们有佛的正切的教导跟智慧, 来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不正, 就以为佛事地相传授, 为善知识者, 自以为善知识行营知识了, 善是行营之礼了, 如后面的响魔文里面说, 赞叹行营啊, 不悔出行, 不去怕, 毁犯了众戒, 将诸猥亵, 猥亵以为传法, 哦, 这多糟糕的事情, 是令诸众生, 多爱健康, 是菩提路, 爱就是识货, 健就是健货, 而以营业为教化之端, 开始则多爱健康, 意思, 爱健康就是难免这个是束缚力, 是最强的, 最强的, 而以营业为真修之法, 则多健康, 不能自出, 而是菩提正入语, 儒教世人, 修三摩地, 先断心仰, 事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一决定, 清静明慧, 这个也可以念慧, 也可以念慧, 我为了这个字, 特别的查词汇, 这个念清静明慧, 也可以清静明慧, 两种音都可以, 中间有语记是最重要的, 儒教世人, 修三摩地, 先断心仰, 事明如来, 先佛世尊, 底下这四个是最重要的, 第一决定, 第一决定是什么, 没得讨论, 你要成佛就是要这样做, 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转环的空间就是不行, 这个言意要断尽, 连动念都不行, 第一决定, 决定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就是这样, 清静明慧, 此主阿难转教末世, 初心修三摩地者, 也就是耳根元通, 应一为大定的冤贼, 不畏生不行淫世, 而且心又不起淫念方可, 这个正房为度鉴, 临身力薄之戒, 果然如是方明如来, 先佛世尊第一决定, 清静明慧, 如来指尽佛, 先佛世尊, 只过去诸佛, 今夕之佛, 其作事说, 定可信穷也, 第一者, 其世众之手, 决定断除心眼, 清静, 修学, 究竟明慧, 久久今晚, 事故阿难, 若不断言, 经百千万劫, 经百千万劫, 修禅定者, 如真杀死, 百千劫子明热杀, 没有那个正确的因, 你怎么可能产生正确的果, 所以, 何以故呢, 此非犯本, 杀死, 成故, 看注解, 此尘上面, 佛教道断言之故, 阿难, 若不断言心, 修禅定者, 如真杀死, 一起成犯, 经百千劫子明热杀, 此非犯本, 而禅定心修, 一致以真, 以不生灭心, 为本修因, 然后言成果地修正, 就像真名以成犯, 所以, 要正确的因, 而且以不生灭因, 是不生灭的心, 才能达到不生灭的果嘛, 这一定的道理嘛, 如以迎生求佛妙果, 众得妙物皆是迎根, 根本成盈, 轮转三途必不能出, 如来涅槃河路修正, 简单解释一下, 你呀, 时时刻刻, 以迎义的这个身, 要求这个佛头的妙果, 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算你有一些少许的妙物, 这些都是赢根, 赢根, 那这个根本成盈, 这个轮转的业力就很强, 轮转三途, 就没办法处理三途, 如来的涅槃路, 何路修正呢, 意思就是说, 你走不对了, 不对路了, 要走正路了, 圣路不断淫逸, 是迎身求佛所证的妙诀结果, 此因果不符, 就像真杀成犯相似的, 众得妙物者, 众经多节修习, 得开妙物, 和上面的经百千节指名热杀, 那么经节修习如真, 得开妙物, 如热相, 即使银根无际和上面, 吃飞饭本, 杀死成固, 根本成盈者, 有盈欲的种子, 处处变发, 由此恶业日征, 征就是道来, 必之轮转三途, 必不能出, 而人生善不可得, 旷意修佛国也, 如来涅槃者, 佛所正的之如如理, 何路修正者, 杀死成固, 劫难成犯, 佛在世的时候, 有制定这个戒律, 制定这个戒律, 那么有一些比丘, 就在森林里面打坐, 打坐, 可是他的音乐非常强, 刚好来了一只母猴, 母猴啊, 杂母狗啊, 母猴, 那么这个母猴啊, 又刚好在发钱, 常常啊, 就一直要接近他, 一直要接近他, 那么这个比丘呢, 控制不住, 就跟这只猴子的发生了这个关系, 所以佛后面再加一句, 哪一只畜生, 包括畜生都不可以, 有的人想说, 这是人吗, 那我就找一个, 找一条狗, 或者找一只猴子, 佛的戒律都不行, 在佛的戒律里面, 连这个都不行, 那么, 如果是女众, 那就更严格, 女众, 如果说, 你今天, 你去爬山, 爬山, 爬山, 山上都没有人, 山上都没有人, 有山水冲下来, 山水冲下来, 有一点冲力, 那么, 如果这个比丘女, 把衣服脱起来, 冲水, 只要有受到一点点快感, 敏感的部位, 就犯了, 冲水都不行, 你冲水都不行, 那么如果这个受戒的比丘女, 那么, 如果到山区里面去, 那找一个, 我又不能结婚, 很淫于来, 那怎么办, 那又找一个, 比较凸出来的石头, 凸出来的石头, 就把它坐在上面, 磨, 磨, 虽然是, 也没有男人, 也没有这个跟畜生, 我只是坐这个石头, 坐在石头上, 复合一下, 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那么有的人, 那么如果说这个, 这样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好, 那么我就骑在马背上, 骑在马背上, 女众骑在马背上, 如果说比丘尼骑在马背上, 震动震动, 我也感觉到很舒服, 这个也犯, 这个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的, 佛在世的时候, 有这个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呢, 因为啊, 营与心重, 很强,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性的, 这个没有什么秘密啊, 什么粗不粗鲁的, 全世界就是人啊, 他就是有繁衍后代的, 强大的本能, 就修学, 这比丘尼修学的烦躁, 那意外一来的, 控制不住, 可是佛自接力, 也不可以跟男人, 发生任何的关系, 那个营与来, 没办法, 外面有那个, 净茶的那个, 叫做胡椒, 长长的像南根一样, 然后就拿来自己解决, 用现在来讲的话, 叫做情绪用品, 情绪用品来代替, 佛在世哪有这种东西啊, 情绪用品就是用, 水果来代替, 用水果来代替, 我没有跟人发生关系, 我也没有跟畜生发生关系, 我用工具, 佛陀说工具都不行, 工具都不行, 那么在家居士就有一些更严格, 在家居士, 他如果说, 不是行音的地方, 他不行, 比如说, 时间不对劲, 时间, 还有非处形影, 还有非时形影也不行, 非时形影, 那就是不是时间, 比如说, 他是怀孕前, 怀孕后了, 怀孕后, 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有点肚子了, 就是要停止, 或者生产后, 生产后, 这是力学里面的, 不行的, 生理期来前, 生理期来后, 也不行, 佛菩萨的圣诞, 不行, 白天不可以形容, 白天也不行, 白天是工作的时间, 白天拿着形容, 不行, 所以, 治这个戒律,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好, 再来, 有的人才说, 那没办法了, 那男孩子, 那夫妻之间, 那也不能碰, 那也这个不行, 不过就是肛门, 肛门心意的地方也犯, 所以我们在佛的戒律里面来讲, 男跟女跟, 只是一种传宗接待, 现在讲在家基士, 它是一种传宗接待, 而传宗接待不以盈益为乐,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就像印光大师在经典里面讲的, 印光大师在经典里面讲的, 就是说, 如果是为了传宗接待, 那么就应该少盈益, 就是储存这个精力, 男众啊, 储存这个精力, 这个印光大师讲的, 要经过一个月, 两个月啊, 等到饱满的时候, 适合的时间, 来合个房, 我们是为了传宗接待, 这个在家基士这样子, 好, 那么就赶快再继续, 回归到正位, 把孩子生了, 不以盈益为乐, 我家为人夫, 一定要把人家传宗接待, 这个是责任, 那印光大师说, 如果你把他除夕了两个月, 三个月, 不盈益, 然后你觉得要传后代的时间, 应验到了, 那么你生出来的孩子, 这样就很强, 很强, 种子一定很好, 品种很好, 那么这个男孩子,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都没有库存了, 他生出来的儿子就会弱, 生出来的儿子就会弱, 所以男众不可以以英语为乐, 女众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你看看, 世间人所了解的, 还不一定比法师了解的更宽广, 很宽广, 这无共你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佛制的戒力有多么的严格, 严格, 比如说佛制的戒力更严格, 比如说你一个比丘尼, 有一个男基士生病了, 男基士生病了, 这个男基士长得很帅, 或者是很高庭, 佛制的戒力, 你还不能单独去看那个, 那个男众的,